接着我来到一个跟秦老师一块吃饭的地儿 这也是他告诉我 这儿有一个特别好吃的 他说这儿有一个特别好吃 可以吸那个钉锣的地儿 然后呢 后来他又说了一个东西 让我特别感兴趣 就是臭鲑鱼拌面 臭鲑鱼大家可能都吃过 但是里边那汁 发酵过的汁 然后拌馅面 肯定非常非常爽 这个就在晋松附近 叫做虎虎 然后有龙虾还有大牌的 小龙虾 太够了 进来看一看 秦老师今天好像有点烧特别腿 哎 还行 不是烧特别腿 啊 葱味 和鱼 西上有冰螺 然后呢 还有小伟花生 烟蒸 北面 那你如果来吃的话 记得这个 吃这臭鱼 和鱼 夹了和面 几个人都夹几个面 好的 花生米来了 来 来 来 这就是什么呀 啊 正喝着酒 开心呢 突然看菜单上 你看这个 在哪啊 这 这叫红薯 鱼杂 红薯鱼杂 这不就是鱼杂 鱼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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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这次已经点了 大菜 没办法 上回不是跟秦老师一块去吃那个 情义草原 对吧 情义草原 然后当天晚上 本来就想过来吃 本来想二周牧 对 没错 本来想二周牧吃这个 结果 没想到情义草原吃多了 吃撑了 然后我们都要了一个 这个 然后可惜那会儿 没拿牙签 在河边缩了半天 有一半没缩缩 哇 来了 然后 我加了一份汁 这可还行 加回来就直接给我来一份汁 哈哈 面啊 谢谢 好嘞 哎爽了吧 嘿 这个鱼可中带劲啊 哇 满满的蒜 哎呀我天呐 受不了受不了 哈 陈老师旁边吃这个锣 来加一个 哇 我吃腰头哎 我的天呐 那岂不这锣也可以拌这样了 都锁完了吐出来 然后再拌上 哈哈哈哈 太有咸了 这蛋的面是一细面 比较水 哎算了我给你吃 我不再吃 我再不吃的话 没了 对 是不是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要不吃的话 亏 给你吃 吃 等来说不派的 但太好吃了 你看一眼 来啊 蒜本狗 又辣又香 发酵过的鱼 还爽 咱们 咱们 这是 这要是 咱们 做什么 那 什么 他是 还有 这 是 你 台湾 多辣老吧 嗯 嗯 大 汁不够 怎么办 汁不够 倒车 汁 我摸摸摸中 基本上就算吃完了 但是 辣的我看着汗 这个也挺辣的 秦老师说我 看秦老师说我辣成这样 但是这个丁锣 就是 缩一个它的汁 它的味 肉的话呢 有的能锁出来有的锁不出来 然后拿牙签没什么用 看着就是一爽 好吧 你也可以过来尝一尝 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这店一起见 拜拜